《甄嬛传》必不可少的两个小角色,至纯与至读,长得像结局也一样。 谈起《甄嬛传》中的反派角色最跋扈和没心机的,就是华妃最阴险的是《安宁容》最狠毒的事,皇后最小人的,应该就是于是了不得不说。 崔曼丽把一不登天的小人嘴脸演的很好,虽然戏份不多,但刻画得相当成功,没有她的阴狠带读《甄嬛》举,华妃也结不下这样的梁子。 可以说这个角色虽不讨喜,但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第一次出境试的《除夕夜依媒缘》中,她一便捡着桃花枝,一便埋怨了其他。 人从这一句台词便可看出,她是个心比天高的人,至于是不是命比草剑,大家心里都知道,明明只是个小小的宫女, 却心里口里一百个不服气于婴儿,本为以媒缘工女,因除夕血液,冒充身在以媒缘中祈福的甄嬛,而受宠由官女子尽未答应。 又擅长唱昆曲或字,妙音娘子,封浩儿圣宠一时期间,又得华妃赏识,使其更加目中无人是宠, 生交后因与心长在不默,将其关进慎行司,被太后责罚耻夺妙音娘子封浩音,在御花园西陵无辱甄嬛,再次被见为官女子受华妃利用命奴婢花碎在甄嬛的药里面下毒钥匙发后,被皇上赐死,却不愿就死安玲绒,以不宜等到皇帝出雄回来为由。 在苏培圣二世下被小瞎子以弓弦绞杀,最终死撞凄惨,脖子被绞断一半,在后宫中要保住性命,一定要小心做人,安心做事。 但是于是却是个制度的小人,就算他有一天能飞上之头也做不成凤凰,也与后期他惨死冷工作铺,电唇贵人由谭松运扮演这个角色很天真,没有心机, 善良活泼,即使在耳于我诈的宫中,仍然保持着一颗活泼的性子,他不喜欢争宠,而且很容易满足喜欢吃好吃的,他总是大大咧咧的他很真实喜,不喜欢,就会马上表现出来不像皇后,安玲绒那样表面仁慈,善良,可暗地里心如奢仙也不像华妃, 于常战的样式宠而骄,但也常常口中吴兰淳贵人的这些特点让皇帝颇为傻,时皇帝也宠了他几回。